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也要多谢昨晚打电话上来的观众和网上留言的网友 宝奥有不少的大客人不时会发生有食屎魔类事件 有建筑议计人士认为应该推出强债燃楼 因为厌市已有法力要求热主每五年燃楼 他们建议要加强这个法则 但又有不同的声音认为宝奥的热主管理委员会本来不多 加上热主维修的意识又不高 如果要强债燃楼牵涉一些测试花龙的个人利益 会引起社会的反弹 那厌市推出这个强债燃楼未必是一个合适的时间 那市民朋友要点看呢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闻心 讲讲诉求 介绍一下今天请大家的嘉宾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事事评论员郑居强先生 郑生你好 你好 我们还邀请到 公用事业关注协会理事长郑仲飞先生 郑生你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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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迎市民朋友 打电话上来和我们沟通 或者发表你的意见 电话号码是 2878-9192 2878-9192 或者通过营工网上的网址 加入我们的网上交流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澳门最早 本屋不时发生大厦外场食屎摩洛的事件 楼宇检测学会会长胡祖杰认为 强制燃楼恰不容缓 验室已有法理要求 建筑每五年燃楼 建议加上法则 以配合燃楼的资组方案 工程师操守 以及合格标准等 街总大厦工作委员会主任 程顺明指出 本屋的业主管理委员会不多 业主维修意识不高 若强制燃楼 牵涉测试花龙等个人力益 容易引起市民反弹 他认为本屋验室 未是合适的时机推出强制燃楼 高门同行会会员体育加连华 历时三个多月 完善各项预定赛事 并且与今天闭幕 共有三千多名会员和市民参与 包括球类比赛 侵指行三落活动 环岛担车油等加连华活动 本次活动 着重鼓励会员的参与 在项目上安排 优先选择群体性活动 统计局公布 今年第二句旅要总消费 是137.5亿元 按年增加17.5% 按据上升2.2% 楼宿旅客的总消费 是113.8亿元 按年上升22.5% 五个夜旅客的消费 则下跌1.5%至23.7亿元 新博彩员工权益会发起万人签名 支持博彩员工双业 协会认为厌室博彩员工 阴伦甘休息不足 呼吁索短员工工作时间 退行双业 延长女性惨价至90天 设立男性有心试陈甲五夜等福利 澳门理工学院今天举办开河典礼 园长李向玉表示 本学年 学院将继续坚持小而美 小而精的教学方向 或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并要求同学们以得修心 何而不宴 好 欢迎回来澳门开港的现场 今天我们是一个开访的话题 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民心 讲讲诉求 刚才我们在新闻里面 终于看到社会上有不同的意见 就讲的现在这个强制燃料的话题 之前其实立法会 都要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决案 我都想听听两位的意见 先从大阪开始 觉得澳门是不是应该 要推出这个强制燃料的措施呢 早应该这样做的 我们是错失了很多的时间 现在来讲 是到了不做不行的时候 所以我们是一个世为城市 另外 原来我们也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城市 很多事情只有澳门人才明白 但是我们从来都是说 是听之任之的 所以到今天 如果我们再不面对这个问题 我相信我们可能会出现葡萄牙一个地方 一波古树倒下来 这样的危机 所以在这里 我也是觉得 有些事情 政府应该要做 政府应该 是铁起心墙 去做 因为有些事情 你再拖下去 你拖到何年何月何日 但是当然 轻重缘急 如何协助成立业主委员会 以及 即使没有业主委员会 如果这间楼就会倒下来 所在单位的角色是怎样的 这个 如果搞清楚 大家就知道 一定要做它 那政争的意见呢 你怎么看回 现在这个时间 你推出这个强制业楼 是否正在这个时机 我想强制业楼 是事在必行的 但是何时做 我觉得很多时 我们订一些计划出来 我觉得很有必要性 是很急 要做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 怎样去做 先会那个效果 会做到出来 譬如你现在强制性业楼 一定要它业楼 否则 我会有些什么的懲罰 给你 但是当中会遇到很多问题 譬如 有些业主说我不会付钱 譬如 我愿意付钱 但是我找不到人做 譬如 找到人做了 但是它要做了很久 令到 阻碍了两年三年四年 因为澳门 真正工作的人的力量 就是那个劳动市场 是很缺乏的 譬如我们简单说一句话 就是说 那个花笼是不合法的 其实政府很早之前 用很大的力度 告诉大家 你不拆了 我和你拆 我拆了之后 我把单子送给你 但是最后怎样呢 有没有 把单子送给你 事实上它是违法的 如果按照 建筑条例去计算 所以 我们会看到一件事 事实需要去做的 但是我们 所以现在 正是说 我现在 拿一条行政指令 现在去做了 但是没有计划 在后面 去令到这件事 有效的实行 这个才是 现在 我们遇到很多 应该做不到的难题所在 所以 所以 不要 一时 我现在 认为这个很急很急 现在你不做 已经是不行了 但是 怎样做法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比如 你现在 不要说 舊的楼宇维修 我只是说漏水 但是漏水一件事 其实漏水 是维修的一部分 是一部分 但是现在 你知道很多 那些业主 因为不知道 条例上的问题 技术上的问题 怎样给钱 责任随属的问题 搞到漏水 现在都是 一个棘手的问题 明白 那我们之前 有看到这个 都更会也召开了这个会议 就是讨论 降低这个 重建的百分比的议权 那现在 他们就 有四个部分的 一个决定 就比如 30年以下的楼宇 重建的比率 需要100% 那如果是30年 即40年的楼宇 重建的比率 就需要90% 就是如果是超过 40年的楼宇 重建的比率 就可以建议 85% 就是如果是涉及 重大利益的楼宇 比如出现一些 环境问题 或者一些危机的问题 重建的比率 可以定为85% 那大家对于现在 这个重建的比率 大家是怎样看呢 大班 你的意见 我相信 要执行 都不是容易 但是分开年期 首先有个好处 就是年期长的是 是优先 有措施 可以比较容易 简单解决 因为澳门财主佬很多 很多人 那间屋 放在澳门 我在加拿大 我在美国 我在秘魯 30年都可以不回来 你找不到 但是他不签名 你整间旧楼 你放在那里 是吧 所以 因为澳门 是这么有钱 你政府要做事 用这个比例 有时候不行 就不行 就是做不到 所以 有些东西 看的比例很简单 但是整间大厦 齐齐齐在那里 就容易处理 业主 你根本找不到 你怎么处理 是吧 现在好像40年 以上的楼月 都有85% 鄭森 你觉得这个比例 是不是都是偏高 其实 我们看回欧洲 其实欧洲 是一个很注重 一个个人财产 擁有的制度 但是我们看回 譬如国内 国内 反而他们 推行一个社会主义 他们要 一个计划经济 我觉得 这件事要拆在这里 建一个新的城区 或者将这片土地 变成一个双圈 反而我们会见到 成果 一定是计划经济 会比较大 因为它不会受了所谓 我们刚刚说的 尊重个人的业权 很注重 在这方面 我们看两方面 当然 我想在社会上 这个是一个争论 一个矛盾 就是说 其实快要倒下 你再不起 你害到 有需要 去更换楼宇 那个人 他没有机会 因为你卡住了 不签名 他起不了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有人说 这个是我私人财产 我有历史价值 我会有回益 我有很多东西在这里 所以我不想去 我又有钱 我又不等这间屋住 这个矛盾 我想 在澳门来说 在现在这个制度 是挥之不去 但是 我们再说 比例的问题 因为这个 挥之不去 的矛盾 这个比例 是空谈的 如果 按照比例 我要问一下 为什么 这个越老 就越害放宽呢 其实三十年的那些 都有问题 三十年的那些 都很需要去更改 所以这个 一定要得到 一个社会的共识 社会的共识 就是说 我们 拿一个公投 或者诸如次女 如果可以的说话 就是说 将这些 这些楼宇 那个比例 是 更加放宽些 甚至乎 一半一半 你说 有什么坏处呢 当然 这个是看政府 是怎么样 去看这个重建 是不是又来了一些商人 从中 直观商勾结 很多人 会说这些 但是 我们在这个比例 在计数 透明度 可以将这些 移团 逐步去解脱 所以我觉得 不要 我们最关键 其实两个人都对 怎样对 要说 强制性 将它拆掉 重建 这是一个主意 保留自己 喜欢的 组业 的东西 这个也有人喜欢 那我们社会上 一定要拿一个决定 我们 推行变得套 否则 这个问题 继续再多说五万点 一样 明白 那我们现在先和一个 WeChat的嘉宾做一个链线 他是 民主启动的负责人 李健阳先生 李生你好 各位好 你好 李生 大家好 请问你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 哪些民生的问题 就说一下这个现金分享的问题 刚刚市面 政府每年的现金分享 实施 发放完之后 我就想 其实说一下这个现金分享的问题 我们过去争取 这个现金分享制度化 就是现在呢 我们民间 或者市民 大家会觉得 每年都关注到政府的施政 施政报告 都是派钱 其实呢 一个就是觉得 政府派钱这个政策 其实我们希望呢 就是由现在这个 由每年的现金分享 改为一个制度化 就是可不可以是 政府在每年澳门的财政盈余底下呢 透过这个财政盈余有多少 按一个比例 是透过立法的形式去实施这个现金分享呢 譬如举个例子 九百多亿 那我们按个比例的十个百分比 那就拿九十亿出来 去作为这些现金分享 其实现在看回我们的每年现金分享 只是大约几十亿 是不是才六十亿左右 那作为这个现金分享的派发呢 那其实如果 因为我们的理据就觉得 政府很多的工程开支 是不是 都这么多亿了 那作为这些现金分享 是我们全民唯一一个 可以享有 分享经济成果的 政府的政策 所以呢 我们是希望 其实我们以前都说过这个问题 就是要求那个现金分享制度化呢 就是希望政府可以将来 实施 那个现金分享的时候 是一个 行常制度化 按一个财政盈余比例呢 是合理公平公正的分享给市民 是能够有一个 经济的成果给我们全民 如果你说政府那个财政盈余呢 是 减少 那我们的现金分享就是减少咯 增加就是 增加咯 其实这个是比较公平 真真正正体现到这个 还富于民的理念 嗯 我就 就是 希望能够 那个现金分享呢 大家是可以将来 那个政策能够优化一点 嗯 好 多谢李先生 分享你们的建议了 那我们现在都是继续 再来听听市民的意见 现在有陈生再线 陈生你好 你好 陈生 你好 陈生 陈生 不然你好 我想请问 陈生是否算偷捕呢 我希望我们大家 或者有权限的机构 看看那份政针会不会有这番话 我今天想要说的那些东西 大班 你说澳门挫驶了十几年 不是特区政府想的 是因为它怕一些团体 所以被那些團體禁止他們做不到事 不是那些公務員不做事 我們市民有一個錯覺 以為公務員沒有用不做事 不是的 因為他們的上司怕那些團體 你看看今天他說 強制鹽樓 立即有些團體出來說 這樣又不行這樣又不行 那什麼才是可以呢 你沒有說 那那些公務員公職人員怎麼做 公職人員都是澳門人來的 不要經常罵他們 25個有一個是公職人員來的 他只不過是被那些團體左右 那說回我今天想說的問題 我們鄭吉他那個本郎我想說那個 租管法 和那些應該從那個社屋 應該在下面跟著很多朋友 會對這些主題說的了 那我說回我有幾個問題 因為白宮獨立書少 想求你們三位兩位給我一個意見 第一 我們回歸前蒲治時期 我們買樓好 不論你是高層或者五層 它都是寫著建築面積 而那些高層的 它的停車場 福治的時候 寫著名是公用的 停車場 即是建築面積的一部分 那五層的天台 又是公用的 又是一個建築面積之一 為什麼一定要五層的人用呢 一二三四二可不可以再加上去呢 至於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們說到那個 租管法那些 在這個平台我聽到 有位陳先生 他就說 有些朋友 被政府追稅 追二十幾萬 那這個問題 帶出了一個 一個點出來 我們特區政府是以稅收來維持 維持那個經費的 有時上司無時的無時 為什麼我們特區政府 會不會追回 以前他們沒有 中樓沒有交稅 那些業主沒有交稅 那些稅項回來 還有第二樣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剛剛說 那個淺堅牛乳清拆的問題 我們普通人 他說特區政府的高官 他全是叫他輕重換急 如果你裝修 就一定要拆的了 那我又有一個問題 我們特區政府 現在知道很多 那些舊樓的裝修 他很多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幾 都是有潛建的 為什麼他們不要他清拆呢 你知道他裝修 是否要他清拆呢 是不是特區政府帶頭為法呢 那還有一件事 那些團體 那些團體說 你要他拆他 是沒有錢的 那怎麼辦呢 那特區政府又說 好啦 既然你的團體說到 我用公帑來幫你們拆 那請問現在拆了 公帑幫的 有多少肯拆了呢 為什麼那個團體不出來 告訴我們市民 你阻礙特區政府工作 你有沒有成果啊 是這樣的 麻煩你三女 多謝陳先生的意見 那我們再來聽聽下一位觀眾 講新的意見 廣先生你好 你好 請講 廣先生 可能現在廣先生不在線 或者我們先被嘉賓回應一下 之前陳先生講到幾個問題 有一個租管法 一個插這些花籠前建的問題 所以首先我們要承認 澳門是一個小城市 是人脈很緊的城市 無論團體也好 政府官員也好 都是我們的街坊 那我們澳門呢 從來提倡和氣生財的 所以任何法例都是和風細緣 是不敢動真格的 如果交通範例 就是違反條例 是沒有罰則的 不會被人告上法庭的 或者是不會出入境裡受妨礙的 有沒有人怕你交通境遙性 不怕嘛 現在我們樓宇館就是這樣 政府大把錢 剛才李先生說要行常化 我就更加大膽 每個澳門人每個月發三千元 有證就再計下 有什麼多的繼續補下去 於是就佳大歡喜 但是實際上澳門現在不是靠稅收的 是靠賭響的 是靠國內同胞對澳門的支持的 是靠國內的交通大建設 很方便將華中地區的人 一天之內運到澳門 然後去觀光 然後去玩一下 然後澳門獲得很多的收入 所以澳門人 你說一個月發五千元給你 政府都完全有能力去做 但是今天做得到 明天一定做得到 這就是大問題 所以今天來講 如果我們繼續和風細雨 我們最後都是一個為世獨立的城市 全世界都不記得澳門 只記得幾個賭場 但是我們舊區 就是澳門居民生活 安身立命所做 所以我們大家應該怎樣 共同面對澳門的問題呢 大家都要心思 不僅僅是團體 每一個個人都是 所以現在 有些條例 確實是褪褪褪褪褪褪 是完全解決到問題的 你再拖多二十年都是這樣 是吧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一個辦法出來 明白 那現在廣先生回來 我們現在先聽廣先生的電話 廣先生你好 是晚安 祝全世界的人身體健康 首先鄭大班 和鄭老闆 兩個我都很認同你們所說的 這件事 今天有點離題 不過是一個開放話題 我也有權這樣說 這樣 之前說的話 其實有很多問題 有很多很嚴重的問題在中間 但是呢 今天我不會討論 因為呢 我知道 是故意用這個話題 帶出了 用來轉移了 別人不去 即是緊張那個 所謂 現在未來的選舉 因為呢 我們將會有 我們新的立法會員會誕生 很簡單 我首先講第一點 有些已經說 請辭啦 我不成道 不成道立法會員 不成立法會員 我已經走了 當然啦 她在行政會 她和政府大八計談 你們剛說的話題 正正正對得按他們用 個個都是想這樣生 constraint 我為何要成單的立法會員 被罵 不如在這邊那裡生余 我們在行政會那裡 著手 第一點 第二,選舉委員會和廉政公署 我們早上的澳門廣場的注目 每處都是經常說 有什麼你跟廉政公署投訴 跟選舉委員投訴 對不起 一個公罪呢 我們用法律層面去說話 一個公罪呢 第一,它不能換刑的 第二,不能科處罰金的 我在哪裏投訴都可以 就算你自己選舉委員會都說交友治安警察庭 為什麼你不說交友施警局處理呢 因為這些 它分厭不厭重的罪行 但是 你說說到有很多人說了很多東西出來 我聽了很多很多 那些紅包事件 那些已經是表證成立 為什麼 還有一個電台夠膽跟我說 早上的澳門廣場 一個美女不懂法律的 他跟我說 這些會不會未審宣判呢 或者 你已經這樣 不知道什麼 我帶出來的就是想審了宣判 就是應該將它移交檢察院 由檢察院建議給刑事起訴法庭 一個簡易程序的深信 他需不需要 他還有沒有權去選 或者他需要應得的懲罰是什麼 這個就是解決了他所在想的東西 不是他在那裡去猜測市民說什麼 我對這些東西 我對這些東西 我對法律 我不是認知很高 但是我認識一點點 但是我講一件事 這件事 已經可以激壓一個人了 你看很多 澳門街 沒有證據 沒有審訊 沒有成 只不過你去了一個四樓預審庭 他說放你進去就放你進去的了 好 多謝港生發表意見 那我們再一個歐陽先生 再次歐陽先生你好 主持你好 你好 兩位 鄭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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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輝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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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呢 我呢 就好像你們這樣的 一年到晚都希望政府什麼 希望政府什麼 做人呢 我們新的澳門市民呢 有希望 甚至每年都有失望的 如果 如果你自己的失望 如果沒有希望 又怎會有失望呢 是吧 對不對 鄭大帆 所以來說 我還未都希望政府做什麼 今年有決心做什麼 今年有決心改做什麼 我現在不聽說了 我只是看做而已 我現在看做 因為現在回歸了18年了 我們澳門現在的咖啡室 餐廳 又有一個民謠 叫做三不四無五為的政府 一個民謠 澳門民謠來的 不公平 不公正 不公害 嗯 無德 無能 無法 無天 不作為 為所欲為 胡作非為 膽大妄為 到處都是貪污腐敗 對我們澳門的人的印象是很差的 好 不過我再說回頭 我再說回頭 剛才有一位黎生 我是他朋友我也知道的 是 他其實呢 追求現金分享 年年去追 是 年年追的 有時候我沒空 他都叫我定人去提信 要求多些現金分享給市民 乳勞軍殲 每個人都得到好處 這是最公平的 他連年都叫我 我今年也沒空 他往年一邊叫我去的 我們暗中都提了訴 沒有通知傳媒的 連年都要求達首 但是去達首辦 現金分享分多些是乳勞軍殲 現在的經濟成果才是真正的 市民才是掙扎得益 其他工程 坐輕軌 坐巴士 全部都是澳門市民的損失 所以我們要求政府 慢慢改成它公平公正 要經過很長時間 都是離住當頭 離住當頭的利益太大 澳門的利益 好 多謝歐陽先生的問題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現在要先去看看天氣的情況 回來我們再和大家一起來聊聊民心 好 回來我們澳門開港的演唱 今天是一個開放話題 和大家一起來聊聊民心 講講訴求 我們之前也有聽到幾個觀眾 講到一些不同的意見 我們先聽聽靜生回應一下 其實我今天很想聽一下 那些觀眾打電話來 講講那個租毛發 但是希望一會兒會有朋友上來打 就是那個租毛發 其實租毛發 有一行 我想是很多 尤其是租屋住 或者租店 或者租店 或者租店的人 很想達到的 就是租金的管制 租金管制這個就是一個很矛盾的問題 視乎你是在哪個角色 你是業主的角色 你希望不好 但是你是一個租客的角色 就希望有租金的管制 令到他不要瘋狂地加租 但是其實大家知道澳門人的收入比以前高了很多 但是其實人家說在職貧窮 其實澳門不是 是叫高薪貧窮 相對以前的高薪貧窮 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租金的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在外面的消費 外面的消費 很多時候租金佔了店的開支 一個很大的部分 這個部分誰去分攤呢 不只是老闆 是很多幫人去承擔這個租金 譬如顧客 譬如伙計 伙計沒有人工加 為什麼呢 都是因為租金貴 是不是全部的理由都是個別 所以很多朋友 今次對租金管制這個環節 不通過 是有點失望 所以大家都是會變成 咦 不是 今次我們很想租金管制的 限制沒有那麼高 誰知道搞一搞一搞搞到 麻煩你去立契官署 把手續完整他 那些人當時拘捕了頭 其實他的目的 原來我講兩講我還要煩過以前 令到所有做房地產的中介的朋友 又要這樣做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都是 無端端的希望是這樣的 但是結果是這樣的 所以澳門政府推行很多的政策 令到市民是很害怕的 譬如剛才說的那個 我們強制性驗樓 擺出來是很有道理的 你如果 塗球磚下來打傷人 你是不是負責呢 驗樓這些就可以避免了 講出來是大條道理 但是真的拿去實行的時候 可能又搞出另外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出來的 所以在這裏也很想待會有朋友 可以在這方面 聊聊大家的意見 我們現在來聽聽 澳門從來都是 講就天下無敵 做就無能為力的城市 我們已經看了18年了 好 我們現在先來聽聽 徐先生的電話 徐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主持人好 我有件事想說 澳門政府一年幾千億 稅首兩三千 對那些傷殘人士 失去工作領域的人士 就沒有什麼關照的 一個月三千多元的殘疾軍援助 三千四百元好像 接著一年如果有些殘疾 就是六千 或者九千 或者一萬三四元 我不是很清楚 加上一個月就是四千多元 有些沒有屋的 他又沒有得即時入職 四千多元有租屋有職 嘩 怎麼夠用 我說希望政府可以大方一點 就好像以前分享一樣 嘩 是不是都派一吞 八九千元 那你為什麼不派 多些 給那些傷殘人士呢 還有一樣東西我想說 是 巴士站 那些頂那裏呢 遮不了太陽的 嗯 我麻煩他們 遮到太陽 不要遮到老人家 現在 那些事在那裏曬 曬到洞了 這樣 嗯 好 多謝徐先生反應這個問題 我們再來聽聽下一位觀眾 方先生的電話 方先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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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先生 請說 我想談談幾個問題 政府就好像不作為那樣 電騙案 我不明白為什麼對方知道 又知道有錢 又有空給你撿 一電騙案 騙了 騙了幾十萬都有 偏同 另外 另外 就是一些知名人士 很多人就是很出名的那些 其實七十年代是黃土毒大哥 又出了一些 澳門來說 沒有說審查的那些歷史 澳門來說 就最說是 香原就臭 臭原就香 以前賺的錢沒有事 今時今日又是社會知名人士 好 多謝方先生的電話 我們再來聽聽下一位觀眾 馮先生的意見 馮先生你好 我講一下雲端 那個系統 嗯 好 是啊 說了一個 我覺得他現在政府不斷推 今天也有電台說過 我覺得神化了那個系統 那個軟件來的 什麼數據那些 有些解決不斷 現在你有天眼 有很多東西都看到的 哪裏是塞車哪裏是靜 你也知道的 為什麼要那個系統報 那時候沒有呢 沒有也不用做 根本應該是軟件系統 你如果 沒有擴容到馬路 又沒有加停車 又沒有加到停車場 那些發財花又那麼多 巴士那麼多 那你怎麼要搞 那些道路怎麼長順 當然是塞車 還有 通道佛路 他就不講一下佛路那裏 有很多佛路的 還有一個問題 又是不是到時 日後現在要搞 是不是一年之後 澳門又通道 又拋開了地 鋪他的系統呢 因為現在他那個 說真對 現在他那個電訊的傳輸 在剛簽 我覺得他就搞定了 其實是要花多少錢的 就是他給我們 覺得市民覺得 真是一塊雲 這樣啊 其實他會給我們 因為現在他沒辦法的 當中又是大白將來的 不斷扔錢、不斷扔錢 也是不要用的 好 多謝馮生的移民 我們再來聽聽最好一會的觀眾 張生的電話先 張生 你好 喂 你好 張生 是 和我們雜誌溝通了 那麼多位置 加上晚上好 這樣我有兩個政治話題 和社會交流一下 首先第一個話題 剛才那個馮觀眾 馬雲的雲癲 馬雲的雲癲 是很多國家供應了他的 阿馮先生 你明不明白 他的功能 就是幫你澳門 包括政治問題 包括經濟問題 有個大數據和你論證 用得好的機會 第二個問題 人口老化 全世界都頭痛這件事 澳門社會二十年之後 有四個公民 要養一位老人家 請問澳門那個 澳門那個 收彩理事長 有哪位能夠說 未以暴謀全息解讀這件事 美國公民都有責任 這樣社會上的聲音 各個收彩 要現今分享公理 又要加碼加碼 這樣這件事又沒有人說 麻煩 麻煩 麻煩大的收彩 有什麼 智慧解釋這個問題 謝謝 謝謝張先生的問題 我們現在先給大家回應一下 一個就是大數據的時代 但是我最怕澳門人不拖不數 有數據 但是不敢拿出來 同時指導澳門整個政策方向 很簡單 如果你的數據 現職司機 平均年齡幾多 五年後 到時候 如果是新入行的少 到時候澳門開車的 是不是個個都過了65歲 是不是 那數據一出來 大家就知道害怕 如果我們還不是用一個開放 去解決問題 將來個個都老人 或者是 瞎瞎瞎瞎瞎 就來開車 那我們的社會是怎樣的 所以大數據是很好的 但是最怕就是政府定政策的人 面對這個數據 不敢動真格 所以剛才聽眾說 要眉與囚謀 但是我們水針眼眉 眉與囚謀 都說沒事沒事 我的眼睛還看到前面 是不是 所以 在今天我們的時代 如果有這個雲端 有大數據 而且真正的數據 是給澳門人去看清楚 很簡單 現在我們的外勞 靠輸入 這麼多外勞 這些國內外勞公司 每天在澳門賺多少錢 這些勞工 他大概在這個辛苦錢裡 有多少變相賣豬仔的狀況 國內已經提倡了 不同地區的人口 去到城市 都是同樣的公民身份 但是澳門為什麼不行 所以我覺得大數據 一出了之後 很多問題 只要政府肯公開 政策制定者 按照數據說話 澳門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但是最怕到時就說 這個是私密 這個就不能公開 這個就不能說 這個就不能說 最怕是這樣的 我想 同意大班剛剛說 這個裡面的理由 我在一個論壇 我也曾經講過 其實 這個 雲端的大數據 其實不是新事物 很多大學學科 幾年前已經有一個大數據 一個專科去讀 所以大數據 是我們現在IT當中的一個環節 但是絕對不是零丹耀藥 但是有一件事我是強調的 就是當個大數據出來 大家也認為這個大數據提出的問題 我們是要面對的 我簡單講一句話 就是講那個司機問題 我們的職業司機 你現在講職業司機 我們輸入外套 立即會有很多派舉 會抗議你或者很多很多問題 政府一遇到這個問題 立即我們維持我們以往的輪調 這些司機我們不會假首於外國的 或者外地的 我想問 其實 新加坡 我經常講新加坡 因為我們澳門也好 其他國家也好 香港也好 都經常認為 新加坡在行政方面不錯的 其實新加坡很多年前 到今天為止 很多工種 可能派牌也可能有外奴 可能 我未查實 其實我們一個政策 澳門是一個很缺乏人 不是人才 是直接人 什麼人都缺乏 而且我們老齡化 我們不斷把我們的經濟擴大了 如果我們不承認這個 我們真的缺乏人的說話 我們是做不到下面的一部工作 這個就是司機 另外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鹽樓 如果你找澳門那班人去維修樓 如果好像鋪天蓋地 一定要維修一大個數字的樓 哪裏找人去做呢 所以整個政策 除了我們的財政 我們的行政之外 人力資源這一塊 當然現在說 不是啊 澳門有十幾萬 十幾萬外奴來澳門做事 只是證明一件事 澳門其實有今天經濟的收入 誰去掃錢 誰沒有叫你賺錢 你叫你掃錢 你有一班人 所以這個問題 事實我們真的要面對事實是這樣 明白 之前有個觀眾徐醫生 都講到商場任市的保障和風利問題 那大班可不可以回應一下 我剛才說的 正常人 我們完全有能力 一個月花三千元 那雙層人士再加上去 和提供縣卸 那又如何呢 是嗎 是完全有條件做的 嗯 但是今天我們是什麽 我們欠缺是什麽 出以攻心 能者居之 這八個字是出了問題 每個人拿著法律 我法律這樣 法律這樣 這裏呢 我又講回這個商殘人士的問題 嗯 有些社福機構的負責人 大家聊天的時候 原來他去申請一個 本地請不到 不知不知道要多久 所以變成這樣 已經是很急 我們很急需要的 而且肯定是很厭惡性 本地人是很少去做的 都是這麽難 所以這個政策 是不是真的 我們很靈活去處理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就覺得 某一方面 政府真的在這方面 是要開通些 我們是很靈活去不處理一些事情 是 所以我們現在呢 經過十多年 社會還有團團住 就說一隻狗咬住自己的尾巴 不斷地在團團住 找不到方向 是嗎 這個來說 都是澳門地方太小 就是復元太小所造成的 人物太緊 所以包括立法議員 個個都是為澳門整體服務的 但是如果你細心檢視 有些人確實只是為自己服務 所以我們要戴眼色來解釋 但是這個社會通病 在澳門不是個別現象 我們不再說 再說就怕說什麼 但是現在 我們確實要記住 以前 公智珍一句話 我勸天公重斗手 不拘一格降人才 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看清楚 哪些是真正可以做的事情 你現在看學校的紀錄 你害怕的 我看到老天一個送出去外的 全部是女士 男士去哪裏 男士一早去了賭場 或者在社會上博 讀得書的都是女生 將來如果澳門成為一個全女性管治的社會 我不是歧視女性 男性有男性的擔當 女性有女性的思維 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的社會怎樣 這是全部大數據要看的 因為我早十年八年 我去參加學校 我已經害怕了 初中男女還是平衡 去到高中畢業 七成都是女生 或者六成都是女生 現在一些獎勵計劃 全部都是女生 為什麼 女生肯讀書 但將來我們就要靠他們 學而優則觀 所以我沒有問題 一定要想 所以大數據出了之後 我們希望有為的 有關政策研究者 確實向特區政府多提意見 這樣搞不好的澳門 所以現在澳門最大暴障是什麼 全國支持澳門 全國的交通體系支持澳門 但澳門自身 現在中山都跟珠海談 跟深圳談 通過地下管道交通 去貫通我們澳門 我們沒有想過 要跟橫琴通過管道交通 地下貫通 都不想 我們現在唯一的機會 就是如果是日圓九場 那裡是騰空出來 我們會放到盾扣機 然後通過地下交通 去解決這些問題 因為我會仍然是暑假 挖挖挖挖挖挖 挖完就挖挖挖挖挖 是吧 所以我們為什麼不想事情 因為不用想事情 不用想事情 你坐在那裡已經安享太平 這個就造成澳門今天的情況 所以我最怕澳門將來是一個為世獨立的城市 是沒有人理你的 我來澳門只不過是看你的賭場 是吧 我最近去台灣的地方 有人說一句話 上有天堂 下有疏寒 比不上今天澳門金碧輝煌 這個就是讚我們的說話 但我們澳門居民聽到 有個苦叫 在金碧輝煌後面 我們澳門人究竟犧牲了什麼 我們舊區到現在來說 一住在那裡 所以有些事情我們一定要看 我們不能夠看到金碧輝煌 還要看金碧輝煌的背後 澳門人的犧牲 明白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兩位參加我們的節目 下星期一也是準時留意澳門開港 拜拜